秀苑香110年度青年论坛在福荣饭店举行 乡长王玫瑰、县员简志龙 秀苑香名代表村长还有青年们共同参与 乡长王玫瑰表示青年论坛第一次举办 希望透过论坛的平台广纳青年们的意见 共同为部落未来的发展迈进 为了凝聚秀苑香部落青年的相信力 推进地方部门以及青年们的距离 秀苑香公所并且在福荣饭店办理秀苑香110年度 青年论坛秀苑香长王玫瑰表示 希望透过论坛的办理广纳青年们的建言 作为青年未来发展部落迈迈的依据 跟部落有关系的一些议题 我希望透过最后的中国论坛 我们大家一起来提出自己的想法 这样的一些各课程安排 我想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多元的面向 去讨论以及去理解我们部落重要的议题 与年轻人的需求 所以让公所 其实最重要的是 能够让公所未来所有推行的政策 都能够创造 以及更适合我们年轻人发展的一个部落环境 最重要就是希望能够让年轻人回来 县义泽郑表示 他历经了社区总理营造的事物以及经验 请听部落新生才是最根本的基础 家庭就是要透过沟通才有办法把这个家庭做得更大 更强壮 所以说在这边其实各位在基因的这个过程里边 有很多里面都是我的朋友 有些都是老师 其实他们在各的领域里面 都有很多一些想法跟创意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分享 不过我这边既然当了县议员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 因为我走错路了 所以我尝试用我自己的方式的领域 跟部门沟通 跟主人沟通 其实在不同的阶层或不同的领域里面 都必须要有这样的转译者 在这边我愿意来听听大家 因为你们都是我的老师 青年论坛分为三个主题 分别为当代太陆给主教育的发展模式与实践 当代社会的迈进与创造 地方产业实力分享与探讨 期盼能够透过更多元的面向去讨论 理解部落重要的议题以及需求 让年轻人都能够回到部落 为部落的未来发展一起来打拼 记得终于黄师伯老